对自己狠一点别偷懒 逼自己两个半月就可以瘦下来 第一个也是大多数人都做错了 一定不要节食 哎呀要瘦下来肯定要少吃 要大量去节食 到最后什么 只管胖瘦不管死活 这身体就全垮了 最关键的东西 你得健康都没了 你还减膨肥 还要什么美 一般来说你减少你正常吃饭的20% 最多最多30%就可以了 到最后大量节食的后果就是反弹 所以算好自己每日的热量 不要大量节食 第二个每周三次做负重训练 当然如果你能做到每周五次 那就是最好了 这个负重训练 不是说在健身房里头泡一两个小时 30分钟在家就可以做 我以前有这么多的教程 教你七大最基础的负重训练的动作 照着练在家 深蹲滑船等等 硬拉这些动作都可以做 非常简单方便 做起来这么简单 进入门槛这么低 那你自觉的就会容易做 每天自觉你会非常容易去坚持 为什么太容易了 随手就可以做 所以不用花钱花时间去健身房 五天就最好了 但是至少至少要有三天 比如说你可以按照我的 十周备身计划做 里面都给你安排好了 就是半小时就可以 而且是中等强度 不要再想了 马上开始来做 第三条秘诀 就是把健身融入生活 把运动融入生活 你能走着就不要骑车坐车山 能爬楼梯 咱们就不要坐电梯 有时候我去说坐地铁的时候 看别人都是 从从坐着电梯上去 跟他站着 那我说干嘛呀 也没有多长 就自己走楼梯呗 就可以把这个浑身冻起来 这种感觉就融入到生活 从小时上做起 就是要把它慢慢的培养习惯 习惯当你是特别小的时候 就好像庆祝哄 你觉得我这十个深蹲 有什么也没有加重量 但是等你真的养成习惯之后 就会重如铁料 无法打破这个习惯 像这种好习惯 咱们就把它形成固定化的模式 你看一个人平时习惯是什么样 就知道他的身材 真的如果你方法用对了 两个半月的时间 就足够让你彻底蜕变 让你唰一下就换成一个新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的 那个十周变身计划 这个十周就在这个道理 时间不是特别短 是吧 这样的话你可以巩固你的效果 这样就不会反弹 而且十周会帮你培养习惯 形成一种最重要的一种思维模式 很多人就是说 你赚不了你认知以外的钱 你也一样减不了你认知以外的肥 就是这么回事 我看中的是最基础的 最心理的 最根本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知道这个解决不了 让你吃这个 让你干什么 你到时候最后还是 不行 你还是达不到目的 就因为你没有明白 你心里没有明白 你永远自己做不了主 你永远自己 不能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健身了13年 留下来的并不是说 你就是好身材 你就是知道该吃这个 不是 到最后留下来 最最最重要的 心理方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明白了 那么你的好身材 就与你非常近了 当然如果你还有小学 更多的一个独家秘籍 就在我这个要蜕变一下 要推出的这个高端私密 培训群里面 蜕变一下 就是一个精华的培训 因为上期抱的人很多 然后这回就转到这个 下期再开一期 为什么这回要经过 非常严格的筛写 因为毕竟还是 免费给大家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能帮助 真心想帮助自己的人 而不是装着想捡背 可能说的 哎呀都 我特别想见 我特别好身材 都是跟他说 到时候来实际的人 就掉链子 我的精力也是有限 要用在刀刃上 但是就需要你有真心 下定决心 这是最最最重要 说的是你的话 你是真心想蜕变 在今年夏天 就在6月5号 这个培训是吧 就开始了6月5号 所以在下面就留言 我要蜕变四个字 就会有人联系你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 获出最真实的自己